1999年10月28日 当嘉与夫人的一场森林大火被扑灭后 消防员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已经烧掉了的尸体 这具尸体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被倒插在了松树上 然而更更诡异的是死者身上穿着全套潜水服 呼吸面罩脚扑也一应俱全 可距火灾现场最近的潜水区域相隔也有25英里远 那更更诡异的是尸检报告表明 死者是因一次严重的内伤致死的 这种内伤呢只可能源自一次巨大的撞击 火灾法医从牙科进屋中得生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昆廷·埃尔南德斯 是一位来自冯尔里达的地产开发商 在火灾发生后不久 他的妻子穆益莎曾向警方报告过自己丈夫失踪 穆益莎说昆廷是个疯狂的潜水爱好者 已经潜水超过了500次 事发当时昆廷确实正在太平洋上潜涌 就在昆廷潜涌这段时间 25英里外上百英亩的原始森林正在被野火吞噬 消防员在勘察完现场后认定火势太大 单靠消防车已经无法扑面了 那唯一有效的灭火方式就是启用直升机 靠直升机吊起巨大的水桶 向火在中心洒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直升机就得一趟趟找最近的水源去取水 穆益莎说当时快到午餐时间 他就开车去和昆廷约好的地点等他 两人刚互相招手之意 一架直升机飞到了昆廷头顶 把巨型水桶放了下去 昆廷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强大的水流带进了水桶中 随后直升机就带他飞走了 穆益莎在惶恐之下拨通了911 但根本没搞清为什么直升机会把C英老公带走 所以接线员也没能第一时间联系到消防队 而当接线员反应过来后 直升机已经飞进了一个通讯死角 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了 就这样直升机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昆廷从火灾中心的高空散了下去 那时候消防部门赔偿了穆益莎1370万美金的和解费 让穆益莎说这笔钱没有任何用 因为自己招